大家好,我是曼儿 今天带来的电影是《极度深寒》 一队雇佣兵登上一艘豪华邮轮 却发现船上空母一人 身后恐怖开始袭来 在大海之中有一片媲美百慕大三角的海域 经常有过往船只神秘失踪 而原因却不得而知 老王是一艘破烂快艇的船长 和女助手还有机械师一起工作 这天一伙人雇佣他前往一个神秘的海岛 在船上机械师发现 这伙人竟然在船舱里堆满了鱼雷 因此两方发生冲突 差点升级成枪战 另一边女主法米克是一个国际珠宝大盗 目前正在一艘豪华邮轮上偷东西 却在舱外听到一声奇怪的嘶吼 他用船长的卡打开了邮轮的储物室 发现了很多珠宝 就在法米克想要大发一笔横财之际 邮轮的主人严静男却打人抓住了他 并把他关押在了食物储藏室里 看到这一幕 我的第一想法是 好多好吃的啊 果然女主毫无顾忌的开始胡吃海喝起来 此时船上一个神秘人摧毁了中控系统 时代邮轮失去了所有动力和通讯手段 就在船长等人惊慌失措时 仿佛有什么东西撞到了邮轮 穿进一阵晃动 正在因为听力happy的游客瞬间乱作一团 开始争心恐吓地向外逃去 在踩踏中死去了很多人 一名女游客惊慌地躲入厕所里 却被不知名生物拖进马桶 场面十分血腥 法米克也被货物箱子砸到晕了过去 要于邮轮的晃动 一艘救生船坠落到了海里 漂流到了老王的快艇前面 听黑家雷达干扰 老王的船直接撞了上去 一下子船舱破了个洞 发动机也出现了故障 正好看见前面的巨大邮轮 众人决定上去寻找一些零件 然而登上邮轮后就发现 转力一片狼藉 等该歌舞升平的宴会厅 却一个鬼影都没有 此时法米克也醒了过来 还不知道邮轮上发生意外的他 首先便是去除物室 把珠宝再偷回来 正好碰到了一路探查过来的雇佣兵 大家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便决定打开保险室看看 哪知躲在里面的眼睛男等人 以为是怪物来袭 一开门就劈死了一个雇佣兵 经过交流后得知 有怪物在船上肆虐 而在动力室寻找零件的老王等人 也遇到了袭击 两名雇佣兵首先被怪物拖走丧命 老王和机械师只能赶紧逃命 众人正好在电梯碰了头 来到一处安全地带后 众人希望船长去呼叫救援 却得知船上的通讯系统已经被破坏了 老王瞬间就意识到是眼睛男所为 都惊呆了 原来眼睛男为了这艘邮轮厚进了家财 却发现现在已经入不敷出 因此想要沉了这艘邮轮 因此骗取庞大的保险金 当然他本来是散量游客成就生传逃离 却没料到碰见怪物来袭 之后的逃生中怪物不断坠击 船长以及多名雇佣兵被杀 老王也被法米克救了一命 看到怪物出脚后 眼睛男判断 这个是古奥托利亚物种 生活在四千英尺深海里的奥托 只有高尔夫球一样大 生活在两万英尺深海里的奥托 能生吞一条大白鲸 而生活在四万英尺深海里的奥托 体型简直不敢想象 关键是这种怪物还十分狡猾 他们擅长偷袭并吸干猎物 这一波真是凶多吉少啊 比你强还比你猥琐 就问大家怕不怕 现在想要逃生只能回到老王的快艇上 允许众人一起寻找出路 难知道 眼睛男故意给其他人 指了一条错误的道路 还让他们吸引怪物的注意力 自己趁机逃走 此时雇佣兵已经死伤殆尽 唯有雇佣队长还活着 怪物砸破船体 使得海水倒灌入游轮之中 众人逃生中被冲散 老王和法米克幸运地逃了出去 而雇佣队长为了自己逃生 开枪击中了机械师的腿 想让他留下来拖延怪物 没想到反而是机械师矫省逃出生天 队长则被怪物一点点吞噬进了肚子里 最后机械师还给了队长一把枪 没想让他结束痛苦 没想到队长又向机械师开枪 想拉别人陪葬 却不知道枪里只有一颗子弹 自己只能痛苦地死去 好不容易 老王和机械师回到了快艇上 却发现留守的几人和女助手都已经被吃掉了 老王和机械师激活欲雷 想要把怪物炸死在邮轮里 而女主法米克则去寻找摩托艇 却没想到眼睛男想要抢夺摩托艇的钥匙 老王只能反身去救回法米克 并赶走眼睛男 而这时怪物助手再次来袭 老王被抓回船舱 在这里遇到了怪物的真身 这是一只类似生化章鱼的巨兽 在吃老王之前还一直睁着大眼睛看 然后被老王逮住几回 一枪打爆了眼睛 逃出生天 两人再度回到快艇寻找机械师 却只找到一件衣服 老王以为机械师已经被怪兽吃掉了 并和法米克会和 暂时摩托艇向不远处的脚倒逃去 此时眼睛男也逃到了甲板上 看到快艇后兴奋地跳了上去 却不知道快艇设定了自动航行模式 一头撞在了邮轮上 然后引起了巨大的爆炸 加上那么多鱼雷的威力 邮轮被摧毁 怪兽也扎成了残渣 老王和法米克来到岛上 倾助两人其后余生 激情勇猛 却看到机械师抱这个小木板游了过来 原来机械师为了摆脱怪兽的猎杀 跳海逃了出来 就在大家以为安全之际 到那去传来恐怖的四号声 仿佛有一只巨大的怪兽 正在岛上航行 据说当年偏方有意 让导演知道金刚的拍摄 所以导演在评委加上彩蛋 这个岛屿其实就是骷髅岛 可惜项目搁浅后 导演拍木乃伊去了 后来的2005版金刚 也没用上这个彩蛋 所以说奥托利亚 也算是怪兽宇宙中的 一个小喽啰吧 好来今天的电影就分享到这里 我是一只不想长大的猫